開會啦 坐好 好 開會 接下來我們請 我們的沈英章議員 我們的老鄉長體育健將 十二分鐘 主席 民政部門所的局長 大家早安 本席先要請教 我在去年十一月 十二月 十一月 辦一個我們 高雄市的體育室的生意 這個體育局的一個公廳 到現在看到 我們沈英章會 對這件事 開始都沒有什麼事情 最起碼沒有你也要跟我說 我評估開始 經費很多 要選一個局 當然一定 有一個大部分的經費 結果我歡迎報告裡面 對這件事 別不關心 我有說過 高雄市是一個很發展的生意 結果這個運動 這個地名度 有可能去到世界過人還沒有人 我們如果去年要辦過中國運動會而已 我們的生意就是統好 我們也出了很多金牌選手 你現在所有看到的 我們在日本 辦一個國際 國際的我們 世界 天津黃金 大獎賽 我們任務一個選區 黃四方 打中國紀錄 還代表我們台灣 能夠達標 奧運的這個標準 結果我們這個局 我驚人期待 整十幾年整人 整齣 整齣 我來選議員之後 我為了這項 認真要打拚 結果 銀卡費 告這個無憑 說到這個局 要成立 帶來我們公司的這個財務 五個負擔 來我請我們 我們主委 你對這個事情會看得怎麼樣 好 主委 謝謝主席 謝謝沈議員 那 沈議員在市長的 市政報告的時候 也提出這件事情 那市長也有指示 要我們嚴謹的去討論 那其實 從上個會議到現在 我們也有去跟 體育處 也教育局 都做了一些討論 我們是有一些 這個 評估 就是說 假設 因為現在的最大的困難 其實 議員也知道 因為市政府對於這個人事 跟財務 都有一些管控 那假設說 我們 只是升級 但是 人不增加 那可能效果就不大 好來 待會兒我問你 現在台灣的社區 有幾個生日體有局嗎 據我們所知 台北市跟這個 桃園市 有 體育局 那我們 高雄市 沒有 是因為現在中央 那個體育署 是在教育部的署下 所以在中央跟地方的對照上 我們目前是按照這樣的方式 但是 有例外就是台北市跟桃園 那 因為桃園也是剛剛才 升 升局 是 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 其實要看 就是說 桃園 成立了以後 是不是真的能達成他的這個效果 就是說 他整個的體育成績 沒有 沒有 你評估給市長說 到底多少錢 我有說過 你把所有的這個選手 這組織 用了 很多在學校 這上課的 這老師 很多的 行政議員同樣 可以救掉 那 開三千萬就夠了 不用這個 接下來報告 就是說 我們也請體育處做一個評估 現在 顏額是59人 那 如果升回局之後 預計顏額增加到75人 當然 總共人是不只這樣 總共現在就有300多人 也評估很多 那 預算呢 現在是5.6億 那 升級之後會變成14億 那這個 對於市政府 不可謂不大的負擔 但是這個 也不是說 老主委 沒那麼多 你等於算算 算我本席看 沒那麼多 我算過了 你這都不說 為什麼會花到14億 我說 很少可以 這個人員 可以調來 我們 跳腳上班 好啦 我時間有限 你回去再做一本 因為我高興 看不然你 對這個 跳腳的成立 為做吉他 這個 我們這個也是 體育處提供我們的 那當然 有一種可能就是說 老實講 我們要增加 然後在人數管控之下 就是你要增加什麼 就要減少什麼 那這個是要一個整體的 整個高雄市的整體 我告訴你 拜託 把所有貧困的這個 結果 尚有分析 你這麼多 好 台北市 同早 同 台中 新北市 人家都要成立 啊 當我知道 鐵月火到要 撒基劉 到不來 這個提示 很廟 如果這個鐵月跟其他不一樣 如果要說 高雄市 還要去局勢 還可以 還可以彩車 我沒話說而已 沒人要得死人 所以我拜託比較重視 一個位 主委長一個位 要把你所評估出來 這個家委 跟我們這個經費 還有一個錢 誰有分析 來 我要請到 我們民政局 我這個請問專家 人家知道 我這個鄉長 任務所有的國門總部都請到 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說 在我們的 都會 統計的 我們的交情 我在典會期 我已經說第三次了 拜託 我們民政局長 趕快 來把我們 交情局 橫山南向 就是在大比 黑球場 阿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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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說 我們請問而已 包括打兩間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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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門吃 我們得能發展 從外 市政府 可以 又做成 一個托墊出來 我不知道 局長 到這裡看見 好 好 局長答案 怎麼會完成我們A區的部分的潛磨 這三個月 是 這簽給我們高雄市有參加一個土地 你知道嗎 這簽完之後 這些土地的區都是市政府的 是 我們經過市的中央之後 一片可能要三十萬 是 因為我的經驗 以前沒有到旁邊 一片可能兩萬 現在一片可能要二十五萬 很多任務在武漲商所在台灣國場價廣� 這 Then won 請開多少 我剛請柱町豬町等可能有準備 我剛說會在這附近看 這裡都是七五四公圈 這裡二點二億多 換近三億 三億我們會要去多少都知道 當然我們穿來之後 是不是很照建庭買 這就是我相信對我們的市民朋友可能對說 這過去是問題可能會心臨的稍微嚇壞 大部分我們以夢牽涉的觀念上 我們大部分都是像做成公園、做成綠帶 一些公共設施的部分 對焦情這幾年進步 有限、寶貝這裡都有關係 我們要不要做生意,要不要做生意 這問題是最好的就福地了 沒有一騎兵二十、三十萬 所以今天這種問題也要大宅去做 當然你要簽三點 我們沒辦法我們要花很多錢 我也知道錢也要花很多錢 不過後面好利是高雄市 我們現在高雄市的財政不太好 我拜託,趕快來這個地方 可以賺價位 趕快讓我們的財政聽局長 局長你對這種也很了解 是 所以我們這塊當然我們這塊的金額比較高 但是我有相對我們在焦情那些地方 比較人生的 像那些學校旁邊那些 那些都有二十幾問 二十五問 那我就說優先 把納入我們今年的經費裡面 我們就優先來簽 其實那些二十五問簽之後 我們雖然交情那些地方 整個旁邊的地方就更好 所以我們會相對說比較小型的 可以隨開發來我們隨做 但是因為這個部分 因為它負責三億 我還要把市長增出一些經費 我們這幾年的 這兩三年的經費 比較多的是在 在我們這個負頂金簽目 因為負頂金簽目這個部分 所以我們 我們中共要在這四年裡面 我們要贏掉六點五億 所以這個部分 金額 雙頓館 所以我們有這個排序 不過我們也叫這個議員做的 因為我知道這塊六千塊 它整個會把我們這個 交情這個地方 中間的旁邊這塊公園 這個地方就會提升起來 所以這我們了解它的情形 這樣你看一下 這沒那麼多 中間的旁邊 如果那大中間 如果看到這個沒那麼快回去 比較懶惰 所以拜託 這裡的人 比較近千千 在中間 鎖的上面看在那裡 說 可能有一個人會走在這裡 我拜託 民政局這裡 哪路比較近 在中間 鎖的大樓就看到這裡 看得越來越恐怖 我知道 破關的很難 來 還有這個 這個人 我們任務第一關門 這四十年前去的 我感覺 這人已經 一般 已經住了差不多一萬塊 一萬塊 一萬塊人家 他就要認證 你拜託 我原來本來就要去 簽過 另外一個台庭的地方 叫簽不成 這裡 以前 過去高雄 第一季 說賺 賺多少錢 不過四公八人 不一樣 我拜託局長 他在 納入考慮 就是說 後面 有了任務 一個地方 當初我們要簽 這高雄十三教的土地 這高雄十三教的土地 他甘願 讓我們營 總共有 要五公欠 我跟初心說 你們看看 在我們 義大的旁邊 分發後 帶在那裡 那塊很漂亮 我拜託 我們把任務 第一關門這裡 這裡再打 這裡 電那一段 人家找不到 要緊很困難 所以拜託 把這裡 可以簽過 我們 林生像 就知道 那裡 拜託 初心這裡 你要做一個價位 評估看看 因為這 要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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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都賺錢 不是說 可以花多少錢 當然 這裡不用簽 要把蓋 把蓋子 移開而已 希望這裡的生人 可以再建一個更好的環境 這裡的地方 市場可以賣 這裡總共有四公圈 好來 這個可能會比較 拜託請我們 任務局的庫長 是 這裡庫長去嗎 好 綿武區的區長 請進來 議事聽 好 來了 我要把局長 是 這台在哪裡不知道 我知道 在那個任務 那條 大條路裡的 林金 那些社群 重點出來 一條 這台有水嗎 這台這麼水 這台有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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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有水 這台 這台有水 勇敢處拿掉 什麼關係拿掉 因為 在那個縣市合併的時候 整個業務 都移交給勇敢處 然後勇敢處 勇敢處 因為 那個 時光 比較沒那麼厚 所以把它拿掉 當光比較沒那麼厚 我所聽到的是說 有生 那個 我問你 永江處要聽我們任務的 他一定沒有經過工作 沒有沒有工作嗎 當初是有說 要聽那個鄉長 那個 那裡的事而已齁 要不然不知道他會整個都聽到的 來 主席 拜託啊 還可以五分鐘 這間我沒有說清楚齁 先三分鐘 來 當初我們要聽我的名字 沒關係 我甘願 合併了 要歡迎立臨高雄資 請資金也沒關係 資金也有 你們多發電 咧 三民館你們聽下去 我們花多少錢 你知道嗎 你說一下 差不多 如果 訂購部分 差不多三四百萬 結果拿所有 包括聽起來 差不多要到一兩千萬 一兩千萬 一兩千萬人要聽起來 你做庫町 你又沒有補到營物發電 我當初在說 你的營物是我很痛 你沒有反應 拜託支持魯聖營 你說 你沒有反應 拜託支持魯聖營 啊 你沒有反應 還要支持你 我說 我們要打他 你也知道 什麼原因要死 也知道什麼原因 你怎麼聽不知道 用工廠要聽這裡 也要大家同意一下 這次我們議會議 我們法國看巴黎鐵塔 我們 担三點前把它蓋起來 它鐵塔四元四十米而已 這次帶來你要坐庫町 如果坐庫町 如果坐庫町來告訴你 你公司要夠了 人家知道 今天做庫町 都不知道 你的主子裡面有什麼呢 因為要協助地方的反應 你沒有啦 加這個標題的人喔 本來說我叫一個人用 然後一千五百萬 整條街啊 那個人 那個人 人家人家 整條路的生意 全都崩了 剩下 剩下三千而已 本來一國人做一萬的 做一萬的 現在剩下三千塊 要賠給我 人家情有餘館 你心裡 你心裡人物 肯定你見識 肯定你見識 不聽他 你叫我拿給擁港主 你什麼 他們聽起來齁 因為 監工可能都連... 連做會 所以 聽起來奇怪 整個都掉了 沙文聰為主 你來求長請問 如果是這個問題 擁港處要來聽任務的見識 是不是要經過我們庫長 你那個時間交給就交給我 達恩 謝謝主席 謝謝議員 當然因為我們 這把控制尼的全館是給擁港處 所有的全館單位是擁港處 但是他應該啦 照顧不一定 他應該也是要複製一下 所以這間裡面我會和我們洋工處 再來了解一下情形 看這個總統是怎樣 我拜託你 我再來和他了解一下 小組大家看這個 看你任務代理任務多少反應 你看現在旁邊的時候 沒要去任務 你坐隔壁來渡舊 可能塞過頭了 看人家要很高興 好 待會兩分鐘 來這個 這個事情 民政局這 拜託 協助這支塔 把他關門在線 是 我比較不來 擁港處 了解一下最小的情形 來靠近議員做一個說明 市府長說 還要回覆了 我不知道 沒有 沒有 我也找人局長來討論這間 這個 府長刑責問 拜託 這個 擁港處家 有說要開 要開到以前一樣 是 我們是希望 我們將來有機會 要做片 以前更漂亮 讓你講完 讓你討論 好 有擔當 我開四百多萬 你要開四千萬 沒有啦 我來和這個 幹部講 擁港處家 大家再討論 因為這個地方 因為我經常去 我知道這個地方很漂亮 現在很差 現在很差 你很久不見了 你怎麼可以 那條路 那條路 鞋子走進去 我那天 所有的 你們都在那裡 圍到的 說 賣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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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這些ун擱 我說不行 我來問pa 有這一點 罰不完音就是 孝 Marty 我就可以有這件事 信仁告色 他說我去也 這是 marketplace 高雄市人 高雄市的10億 大家知道說坐高鐵來看著你母親 合併不合併 沒關係 這沒方的地方嘛 把我給他拖掉 沒關係 我沒有做市長嘛 拖掉我都無所謂 我想要回復 早上的工作 我再來了解一下 我知道過去那裡還有咖啡天啊 真好 真漂亮的地方 這樣好啦 我們不說就不說 我剛才有拿出來的整個裸露 開關收三個 雜草重生 講完之後才會弄得扁一扁 不說是 我們剛才做成一個人 一個月還可以兩萬五千塊 我們為佑佳 庭南免費 拜託這件 好 我再來跟這個岡部教 雍岡主佳克特倫節 好 謝謝 好 謝謝 好 謝謝 那個研考會主委 人家台北市 新北市 台中 還有桃園啊 都有設那個體育局 我們是全國運動會 我們是第一名的 理界喔 所以我們不如道理要設 你跟市長建議 好不好 好 謝謝我們沈憶岩 他是一個體育健將 他曾經得牌 還有那個民政局長 他這個聯武鄉長任內 對這個切勿啊 非常有心得 你可以去請教他 有什麼心得可以傳授給你 好不好 好 接下來我們請 張鋒騰議員 15分鐘 謝謝主席 那研考會劉主委 法治齊許局長 人事處業處長 秘書處陳處長 還有曾公志陳處長 還有 民政局張局長 還有民政部門的所有主管 大家早安大家好 我想 張局長 劉主委 其實 這個議題齁 在我這個任期齁 已經是講第三次了 張局長我今天講是第二次的 在你之前 曾智文曾局長 我也跟他講過一次 我為什麼那麼急著在這個時候 其實很多的時機是稍縱即逝 其實這一個任期 我們陳局陳市長 其實他不會再 也沒辦法尋求連任 所以他其實是沒有任何的包袱 那沒有任何包袱 其實有一些比較複雜的 然後呢這樣的改革 對整個的政府的再造 其實有很大的這個好處的 其實應該是在這個時候 能夠好好的檢討 那這個時候真的是 這個任期真的是一個改革的契機 這過去之後 大家都每次都要四年一次的選舉 都要面對的選舉的一些包袱 那這樣的改革恐怕又更困難了 那其實昨天 昨天跟我同選區的這個林英榮林議員 我們同樣是左營男子的這個議員 他昨天是針對林的調整 做一些這個質詢 希望說林 他的有一些人口數 不是戶數 差距太大了 應該要做一些調整 那我今天算是切例 我今天要講理 但是昨天對於我們民政局其實有一些回應 我非常不以為然 其實我看到報紙有說 因為 林的調整 可能跟每一個人戶籍 會有關 所以不適合大幅度的調整 其實我覺得我非常不以為然 其實我們縣市合併 全高雄縣 所有每一個人的戶籍 全部變高雄縣變高雄市 這個變動更大 可是我也沒有聽說 因為這樣的戶籍 整個戶籍的改變 我也沒有聽說有多少的抱怨 有多少的什麼事 唯一的 就是當然我們民政局的護政事務所的工作量 會增加很多 這我相信 但是這需要好好的去規劃 好好的安排 其實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 其實更重要的著眼點應該是說 到底我們這個組織 如果說透過這樣子 對我們整個的市政府是好是壞 我覺得才是真正最重要的一個著眼點 所以我在這裡 其實 其實想要勉勵 民政局張局長 民政局不是只有交通 民政局不是做選舉組織 民政局應該要做的是 市政府跟民眾的一個很好的橋樑 那這個禮 怎麼樣讓它更有效率的 是做為這樣一個橋樑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 像昨天 林議員在講的說 這個 在左營 這個林 這個最大的一個 就是每個林 我們看這個在福山里 福山里有那麼多 這個一萬六千多戶 最多的 那如果算算它總共有七十五林的話 每個林大概有兩百一十六戶 然後 還有 尾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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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三百七十二戶 那它有十三個林 每個林才 二十九戶 所以 林的人數 林的戶數 一個林長 所要照顧的戶數 從二十九戶到兩百一十六戶 其實相差非常大 將近快到十倍 所以那個東西是會有同工不同酬 然後會有一些林長去去 像有一些里就會抱怨啊 像藍田 藍田里 也是非常多的這個林 他們也會抱怨說 我林長那麼少 然後呢 其實工作量那麼大 那 林的差距那麼大 在我們左營區 南子區 里的差距更大 我們來看看齁 全國最大的一個里 就是我們福山里 就是我的服務處所在的這個里 這個里 人數是四萬兩千八百十 四十九人 他的戶數 有一萬六千一百七十四戶 那 在左營區 有三個里 是超過一萬戶的 包括蔡公里 是一萬兩千七百五十九戶 包括新上里 是一萬一千一百 一萬一千八百九十一戶 那 但是 同樣在我們左營區 我們左營區有分 舊部落 然後 新社區 那這些都是在新社區 新社區很多大樓 像福山里 大家知道的 福山里很多在榮總那邊的大樓林立 然後 蔡公里 也是大樓林立 新上里 那是 現在是我們高雄市 最 最 最夯的一個商圈 所以其實 這裡的人口數 一直增加 而且大樓一直增加 所以他的戶數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 我們看到我們左營的舊部落 你看 從 這個維西里的只有470戶 一直到200多戶 最少的是我們自助里 只有190 沒有 應該是盛西里 只有5個林 175戶 一個 一個 一個里是 175戶 跟 16174戶 相差 將近 一萬 相差 將近一百倍 然後你想想看 一個里長 一個里長 他 他的 事務費 是 四萬五千元 然後呢 他必須要 照顧的 這個 戶數有一萬六千多戶 那 在大樓的這些也難怪 為什麼我們在福山里 在蔡公里 我們的服務案件 議員的服務案件 那麼那麼的多 其實 里長其實很難去照顧到 所有的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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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個里民 那他們怎麼辦呢 他們很多事情需要服務 就很多的量 都是跑到我們議員的這裡 那 其實對 很多新社區來講的話 其實是非常不公平的 那 我們看男子 男子其實也 也一樣 但是 他比較沒有像 像左營 有舊部落 那麼小的里 但男子 有 有三個里 也蠻大的 一個就是清風里 清風里 大概有 九千一百三十四戶 那 那個 翠平里 有六千九百五十五戶 那 家倉里有三千九百二十五戶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這樣的差別 其實 對於整個 里 里長的 服務品質 還有包括 你們的里幹事 的人數的 控管 其實都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然後呢 一個里幹事 在那麼大的里 你就必須要兩三個里幹事 才有辦法 負荷那個工作量 可是 你在很多的小的里 你很多的里 你即使是兩三個里 加起來還是很小 你還是要派一個里幹事 所以其實在整個的組織再造 其實是非常非常的浪費的 然後有些地方是非常不足的 所以其實真的有需要做一個調整 那個劉主委 其實 就你的這個這個研考的角度來看 這個政府再造其實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一個是行政效率 一個就是服務的品質 那 依照 我們這個里林編組的這個調整的這個辦法裡面 大概分成就 密集式的大樓住宅區大概戶數是 一千五百戶到三千戶 那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的是以七百戶到兩千戶 那人口分散交通方便大概五百戶到一千兩百戶 那郊區的當然是以三百戶為主 那我們再回頭看看剛剛的這個 這個左營區 我把 就講這個人口比較沒有那麼集中的 那個五百戶的標準來看 你看 我把框起來這些都是五百戶以下的 這些都五百戶以下的 其實很多人都在講 其實我們舊部落 真的可以只要兩個里 一個是左營大陸的東邊 一個左營大陸的西邊 大概兩個里就夠了 把它整併成一個里 那 那 像我們的這個福山里 一萬六千多戶 如果以最多是三千戶 人口密集的大樓區最多三千戶 可以分成至少可以分成五個里 那 蔡公里 也可以分成四個里 然後 這個 新上里也可以分成三到四個里 我們再看看 清風里 也是可以分到三個里 然後呢 翠平里也可以分到 這個 這個差不多兩個里到三個里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其實是 非常非常的 這個 這個 這個負荷真的很重 負荷真的很重 那很多的里民都會跟我 跟我 跟我抱怨 那其實我在 今天是第三次講這件事情的 那我就要看 我們市政府 我們民政局 到底什麼時候才要回應 是不是等到這個 這個任期結束了 那 那 那其實 這個是我看到的 在台中 台中市 我們那個張廖萬堅 這個議員 跟另外一位 張芳育議員在質詢 他們也提出來 希望里林的人口 差別那麼大 希望能夠 能夠調整 但是我仔細一看 他們人口數最多的里是 只有五千零六十五戶啊 是我福山里的三分之一啊 是我福山里的三分之一啊 人口最少的 兩百二十六戶啊 我們的最小的生息里 一百七十幾戶啊 所以 其實我們的問題 比他更嚴重 所以 如果好好的 可以做一個 更 更好的調整 我相信 包括 這個人事的費用 這個 這個 里幹事 然後呢還有 這個 我們這裡 人事處也在這裡 人事的 這個調整 也會可以減少 人事的這個支出 然後呢 也有包括說 我們在這個 各個里長 林長 這個每一個月的這個費用 其實如果做一個整備 可以更有效率的 而且 會要同工同酬 不會像現在 同工不同酬 所以其實我們非常的期待 希望 經過這樣的一個組織的再造 資源可以合理的分配 然後呢 每個區 可以有更多的這個均衡發 均衡發展 還有提高行政效率 然後來尊敬市府的財业 我想 這個才是 我們要去 想辦法 大家都希望增加什麼 什麼人力 可是這些人力如果沒有減下來 哪有其他的能力 其實我們的政府 就一直一直膨脹 其實每一個政府 我在看 就是沒有任何一個 大家都因為要選舉 大家都在討好 大家都在討好市民 討好選民 討好民眾 沒有人 願意 真的可以說 非常有魄力的 什麼事情 該做 那就做 所以我非常期待 其實我非常期待 陳菊一市長 陳菊市長其實像很多的決策 我覺得非常有魄力 最後一任 希望能夠有機會 能夠讓李林做一個最好的整病 讓這個行政效率提高 讓所有的發展可以更好 是不是請張局長回答一下 到底什麼時候 你們現在檢討得怎麼樣 然後之後也請這個劉主委做一個答覆 好主委答覆 劉主委 你答覆 劉主委 你答覆 沒有沒有先請張局長答覆 張局長答覆 OK 謝謝這個 謝謝主席 也謝謝張豐騰 張議員 其實張議員在講到這個 這個 這個李林調整 坦白講 這個我們跟幾個 幾個都的這個民政局局長 其實我們都有密切在聯繫 那其實都有在談到這個問題 那坦白講 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的確也是每個人心裡面其實很棘手的一件事情 我們必須講 那因為這在幾個都裡面 大家都面臨到同樣的問題 包括剛才議員有提到的台中 其實他們也有一樣的一個問題 但是其實這邊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我們其實一直很期待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很希望立法院趕快 通過我們這個行政區域劃分法 其實行政區域劃分法的通過 其實才是徹底在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能夠結合行政區域劃分法 一起來做這個整個區域整病的調整 因為其實我跟議員報告 我就講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只要調整一個數字 一個零或是一個禮 或是相關的這簡單的一個數字 其實對市民朋友 其實是造成相當多的不便的 他其實光要換他相關所有的證件 就超過二三十種的相關證件 必須做排列性的一個調整 所以如果我們今天如果說我很衝 我們非常衝觸的 然後我們覺得說 我要戰勝我高雄市 我就很敢了 結果我們很期待的說 你如果能夠從那個行政區劃分法過了 我們一起來調整 因為其實我們在調整這東西 我不會只針對左營區做調整 我也必須針對我們所有高雄三十五區 甚至三十八區全面性的做一個檢討跟調整 這個其實是坦白講 是一個大工程 那我們很希望的就是說 他如果劃分法趕快過 我們可以趕快 甚至不要講禮林的調整 區域也可以做調整 其實行政區劃講多久了 我們等 然後等 等 這個最好的時期也會被等過了 不過 其實我更希望說 其實 你是最好一個兩分鐘都不能再演 好來 兩分鐘 我想 其實 我們在高雄市裡面 其實我知道 原高雄市很多地方 並沒有那麼期待想改 而且也沒有那麼迫切的需要 可是 在很多區 其實尤其在左營區 那個差距全是最大的 一兩百個 一兩百戶 跟 一萬多戶 其實那個差距非常的大 那如果說 你在等 等的區劃法 我看你也沒有把它列入 我們優先的法案 所以議員 我昨天也有提到 就是我們希望的某些 我們會針對一些 特別的特殊的 我們來做簡單的微調 但是 可能全面性的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在 區劃法之後 我想 我想是不是可以針對左營區 那麼明確的 一個那麼大的理 然後呢 那麼小的理 那麼多的理 那是不是先做檢討 先做來處理 所以我跟議員報告 我們會來做 仔細的詳細的評估 然後來 儘快給議員一個回覆 這樣好不好 好 我想那個劉主委 請您答覆一下 謝謝議員 議員剛剛講的 其實 講得非常清楚 這裡面的確是有問題 怎麼樣合理化 不過就像局長講的 即使是一件對的事情 要做的時候 也要有很多 考慮很多 所以這一點 我們會跟民政局 配合 我們一起來討論 我就必須要強調 其實 有幾個區 其實是非常的懸殊 那也要面對這樣的問題 當然很多地方不見得那麼急迫 但是對於這個區 你看 像一個福山里 那麼大 一萬六千多戶 四萬多人 那你怎麼做服務啊 那我們常常遇到 很多的市民都期待我 說你到底 到底什麼時候 市政府到底什麼要改 那甚至你如果早一點訂出來 不一定是這一屆 再下一屆改都可以啊 那很多人都在期待 人家要選里長 也可以早點安頓下來說 我在這邊 我是要 我們會跟 張局長討論 向大會報告 因為上午上會時間是 中午12點30分 因為 執行議員 非常非常踴躍 延長開會時間 等到 簡泛中 張漢中 高敏林 張立彥 李亞進 陳梅堅 陳迅宇 前美亞等議員執行完畢 再行散會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第二 為控制時間 在2點30分以前完成 所以 無法加分中 請大會議員諒解 因為 2點30分前 我們 要交給設政委員會 現在 還有9位 一早上的進度 我們在執行期會 已經是 2個小時 30分鐘 所以 請大會議員能夠諒解 就到時間 就是這樣 因為 其中也要給他們官員吃個飯 所以扣起來時間 是非常的 緊迫 還有 我沒有念到一個 黃紹婷 所以還有9位 希望我們 把握時間 就是說 執行15分鐘 實在沒有辦法加持 或者2點30分 符合交給設政委員會 請大會諒解 休息5分鐘 請可以 請不要 多小礙 請 再次 請 請 要 按 請 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